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 电视剧景气指数榜更新《长相思2》被反超,意外出现一部黑马剧 你们在看哪部电视剧呢?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《长相思》第二季的热度和关注度最高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,电视剧景气指数榜单更新后《长相思》第二季却被反超 仅获得第二名,让大家感到意外的视镜出现一部黑马剧,各位读者 第五名执行法官 执行法官是罗敬和杨子山主演的《法治案情剧》,这类型的电视剧容易获得好口碑 但想要过得较高的热度却非常困难,因为已经多部法官类型的剧播出 都没取得太理想的成绩,而执行法官的警戚指数排在第五名,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第四名错位 错位刚刚播出,这部剧的题材比较特殊 是人性悬疑电视剧,主演是马依黎、佟大为、高志廷、蓝莹莹等人,讲述的是在办案的过程中,发现作家顾锦明的小说中描写的犯罪剧情 与他们正在调查的案件高度相似,虚构与现实相交错,让众人陷入迷雾之中 这部剧的主演阵容都是演技派演员 错位刚播出的时候,蓝莹莹饰演的苏珍珍 成功吸引众人的注意,这个角色的人设太颠,最关键的是,她还是个纯情的颠颇 第三名,你比星光美丽 你比星光美丽的主演是徐凯和谭松韵,这部剧播出后,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 网友们直接给谭松韵做收视女王图,去年归录获得年冠 而你比星光还美丽,直接创新高CVB0,633,各项成绩都足以证明谭松韵的抗拒能力 第二名,长相思第二季 看到长相思第二季紧排在第二名的时候,很多网友都忍不住问,这是怎么回事 长相思第一季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暴剧,第一季大结局后,网友们开始期待第二季开播 截止到目前长相思第二季累计有效播放量已超过3.59亿 聚集均有效播放量超3593.4万 因为剧集只有23集,所以这部剧出现断更的情况,对整体热度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一名杜华年 看到杜华年在景气指数榜单中排名第一,很多网友都感到十分意外 这部剧是赵金麦和张玲和主演的古装剧,最大的看点是男女主的设定是双重生 随着剧情更新,我们慢慢地发现剧中的男二也是重生,让这部剧变得更有亮点 杜华年排在第一名,很有可能是因为片方开启超前点播,刺激舆论带动景气指数 虽然有这种可能,但如果这部剧自身没有热度,就算开超前点播,一样不能获得关注 正因如此,很多网友都认为杜华年绝对算得尚是一部黑马剧 虽然剧播出的时候热度没有《长相思》第二季高,但这部剧的忠实观众还是很多的 《长相思》第一季大结局后,网友们就将《长相思》第二季放入代曝剧行列 但这部剧播出的时候,却能被杜年华反超,确实让很多网友感到不可思议 《长相思》因为一些特殊原因,导致第一季和第二季不能连续播放,看过原著小说的读者都知道 《长相思》第二季有许多经典名场面,可惜第二季只有23集,很多经典剧情都被删减了 比如,防风意应夸奖涂山景的剧情,一个恨你的人都发现你的好,涂山景真的太美好了 《长相思》第二季正在热播中,这部剧又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